严格生 钟志伟 最后报道 近看的是大陆的企业 市场的很多韩国公司纷纷进军大陆 我们继续要带您看的是这家乐寇乐寇的苏州工厂 发现他们不仅挖角了来自三星的主管 把三星的那套管理系统一直过去之外呢 也标榜人才第一 甚至说他们产品不可能完全杜绝仿冒 但是呢可以拉高门槛 让别人仿冒不来 事情的把爱国思想奉献理念都灌输到自己系统文化里头 请看今天的专辑报道 韩国企业和中国大陆一样得入境随俗 上班前千金山喊话 乐扣乐扣苏州场内 六十台机器正在生产不同规格 不同用途的塑胶产品 至于玻璃类则是在越南生产 26.1秒生产四个塑胶茶杯 平均一个6.5秒 基本塑胶原料都是从三星 LG SK等韩国大企业进口 保证塑胶的品质 产品出厂前得先经过拉力测试 四个扣环要连续折上150万次才叫合格 还有他们引以为傲的百分之百密封 装水后每一边泌两小时 看会不会漏水 四边总共得测八小时 整排保鲜盒消费者亲自使用胜负力断 透过大陆用语叫一直被模仿 却很难被超越 为了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乐扣乐扣挖到韩国三星集团 营运部门出身的安鼎博 担任大中华区总裁 并从厨房用品走进大陆营幼儿市场 想过去中文 让大陆籍和韩籍员工快速打成一片 乐透乐透 这看似频繁的传统产业 容缩了大韩民族的精神 也让我们看见韩国企业 称霸国际的身心壮志 TV点新闻 谢前夕 陈湘如 上海非洲 周点整的美国这画面 令人傻眼 美国感恩